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11月23號 凌晨 4點21分 我是4月21號生的 好 那個我們來聊一下 因為我現在要推這個主圖啊 卡戰力卡的嚴重 可以看到說現在我是用大概是最精英的角色 然後還用了一個傭兵 然後這樣子還是差一點點 那如果說譬如說 假設這一關我要用這個 這關看起來很適合用那個光弓隊對不對 因為後面三個都不會動 那我如果擺上我的光弓隊 來擺擺看喔 我的這個裝備都是有穿好的 然後女僕 光弓 這個 女騎士 假設是這個樣子 然後再配上一個 冰魔這個樣子 戰力差那麼多 對不起不是阿姨這是冰魔 戰力整整差了4000K 好 那所以說這個主線不能推的話 我預估的話就是依照我現在的進度我可能還要再升個 兩級左右吧 那我可能是一個禮拜升一級喔 因為我沒有在特別買這個粉塵的這個犒賞獵人 因為我是買這個紅專武 好 那如果說是這個樣子呢 每個禮拜的傭兵還是不要浪費還是借嘛 那這個時候呢 就要選擇什麼傭兵呢 那我是選擇這三個 第一個是這個紅衫家具的這個女妖 因為我的那個 家具幣沒有很夠 然後也在歸其他的角色 那別人有這個紅衫家具的這個女妖呢 就可以拿來借 那就是為了這個牛曲夢境的那個 夢魘使者 小羊王喔 那這個禮拜呢 應該會出現 因為這個幽冰借的時間是7天嘛 7天會碰到應該是三個牛曲夢境的王 那所以說就是會不會碰到小羊王的話 這個都是輪的 那我沒有特別去記 總之我是借這三個 然後第二個呢 我記得這個是地瓜王大大 真的是個好心人 那他的這個是九紅的伊索爾德 那伊索爾德的話 其實在打 很多這個牛曲夢境的王都可以用到 而且他是九紅的 那相信借到這麼強的伊索爾德的話 會幫助你牛曲夢境加很多分數 好然後再來就是這個牛曲夢境 幾乎每一隻王都可以用的這個末日敬畏 大概只有這個小羊王不能用吧 然後很多王都可以看到他 還有九紅家具的這個末日敬畏 因為幾乎排行榜都是九紅家具的 好那我跟這位大大借的這個 紅色的紅色家具的這個末日敬畏 然後 就是剛剛打了一下 荒火騎士喔 鑽石五喔 非常的了不起 我知道對很多人來說 這個鑽石啊然後傳奇是正常 可是對我來說 我根本就是常常這個黃金喔 那因為說我之前借的這個傭兵啊 完全都是以退圖考量的 大概是主要是借佐拉斯 莫佐斯或者是其他的角色 但是因為說現在是完全沒有辦法推圖 所以說就會以借這個牛曲夢境的這個王做考量 那你看到什麼王 你再去借傭兵其實都就已經來不及了 那我們先看看隨便看排行榜 大概 幾個熱門的傭兵 打這個夢魘 打這個荒火騎士啊 也是可以用這個末日敬畏 那趴趴雄的話不用太高薪喔 所以說 最主要的話我是選這三個角色 那大家可以想想說自己的角色詞欠什麼 譬如說 你有練這個一鎖的 那你就可以不借一鎖的 借其他的 那譬如說這個九紅家具或是三紅家具的這個索羅斯啊 也是很值得 因為我自己已經有這個 專30的紅三家具索羅斯 所以我就沒有借 好 那所以說就是 如果說 你目前推圖很嚴重卡戰力的話 那借的傭兵呢就可以考慮去借跟牛曲夢境有關喔 因為牛曲夢境的話 傭兵的使用次數不限 那就可以這個 多打高分一點這個階級然後多拿一些星塵跟那個 普爾幣 那所以說就是大家還是要注意就是禮拜天的早上 現在已經禮拜一了 禮拜天的早上8點 還是隨時設一個鬧鐘喔 然後這個跟大佬們打好關係 然後希望說他的傭兵可以借你這樣子 好那感謝借我傭兵的諸位大大們 希望那個好人一生平安這樣子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